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了男单和男双的冠军 混双呢是打进到了四强 三 二 路布伦兄弟的比赛啊 有一个相同的特点 就是节奏非常快 包括体现在发球的节奏上 有的时候会给人感觉拿起来就发 所以和他们比赛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节奏 那其实呢纸板打法也是中国的传统打法 像 F 洛伯伦在欧洲能够把纸板打成这样 其实有点相当于瑞典的M法尔克 能在欧洲把中国传统的正脚打到世界非常顶尖的位置 前三板的控制上 凡正都还是非常严密的 当时接发球也是判断出台 判断出台了 直接抢攻 费力克斯勒布伦呢 在新加坡大宝贯的比赛当中 当时是战胜了林云如 随后是在比赛当中输给了邱大 也是一位欧洲的纸板选手 警告了凡正东的发球 抛球手势伸在了球台里面 6 4 7 4 莫布伦呢也是直拍横打的打法 正反手都还是比较均衡了 5 4 4 4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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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两面的相持质量还是很高 但是今天在面对跟凡正东打的时候 你就不会觉得威胁性那么的强了 因为凡正东的这种相持的能力非常的厚啊 打不穿 5 5 6 5 9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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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时候比赛当中 运动员表现出来的特点也要取决于你对面站的对手是谁 接受确实很快 尤其菲利克斯勒布伦他在比赛当中 呃一旦加上速之后啊会越来越快 而且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好球 踏到勒布伦的反手的小三角 这球他没有好去领 想要搓一下结果搓下网了 7 10 他的衔接速度出手速度确实是很快的 这要求凡正东在揭发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落点 连续两个都是发完之后反手的一个快C 看 好 好 好球 好哦 好看 一竹 再逼 一比八分任中是先胜第一局 好 繼續的回到比賽 接下來是第二局 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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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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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4 2 4 4 4 2 2 2 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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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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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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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 小球对了 漂亮 哇 漂亮漂亮 这一分非常的精彩啊 勒布伦也是挺能扛的 凡人冬其实这个球没有完全的发足力啊 主要还是用一个中性的力量 但是我们看弱点很巧 拉到反手位 勒布伦也是贡献了一个精彩的反手反拉 凡人冬迅速呢压到勒布伦的正手位 也是显示出在场上 凡人冬的头脑还是非常的冷静 目前给到了一个发球轮次的得分率 凡人冬是80% 勒布伦是6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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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加油 加油 哎呦 哎呦 还会有一个轮延 谁会有一个轮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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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比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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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哎 这球是算好了 就是等着勒布伦接发球拧拉之后 反手前接第三板高质量的反思 嗯 嗯 反手左半台的对方啊 凡人冬是非常有自信的 对手凶呢 他比对手会更凶 质量更高 加油 勒布伦的发球轮现在还是以发长球为主 打上旋 打这种相持的速度 连续两个长球 第三板都抢得很凶 确实这个战术也打成了 勒布伦的发球确实也是 其实旋转不是特别的强 主要还是以这种长上旋不转的为主 小球看得不错 漂亮漂亮 也是抓住了勒布伦正手出手的习惯斜线 我们看这个球凡仁东已经提前启动了 防住了之后第二板就防转弓 拿到第二局局点10比7 A10 加油 加油 凡仁东 A10 凡仁东 接下来还是要注意好勒布伦的发球 叫暂停了 凡仁东叫了暂停 而且他的姨父也是就名的法国球星勒谷 暂停回来之后凡仁东主要还是需要接好勒布伦的发球 尤其是他可能还是会开长球 两面上手的拨杀 哇 正是短一个反手抢拉持线 那单板质量也真是够高的 暂停回来之后 长得来了漂亮 这球凡仁东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这样11比9 凡仁东拿下第二局 将比分优势扩大为2比0 目前给到的是过去的一年当中进步最快的南单的球员 其实进步最快的是中国的小将林诗栋 在一年当中上升了400位 他现在的世界排名在15位 那么菲利特斯勒布伦是进步第二快的 上升了334位 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34 第三局开局2比0之后 菲利特斯勒布伦要了暂停 来! 我们从而出来的所有全部拑绝 自己是法库 你们有先性化了 我们开始和越来的 就由做而过的 你这个轨迹到鱼之后 这拨连越可能是一路' 我临随后 你可在一路可能 你会有先性化了 它应该需要 可以在飞意 我想在另一个步步 可以因此在耍他有力气 是有点困难 所以是很困难 好,繼續的回到比賽 好,走 勒布伦比较难第一板去上手拧拉 其实拧也比较难去拧出高质量 漂亮 这球也是反正能正手啊 一个下意识的反应 其实球已经是在身后了 有一点超出最舒服的击球范围了 这球是擦边了吗 5 1 再看一下 有点退排了 索性啊 潇洒的削了一板 还削了一个擦边 反正都是比较具有削球功底的 这个削球也是 其实是他很有数的一个球 出来跑 6 1 第三局比赛 现在进入到了梵振东的节奏当中 6比1 加油 2 6 3 6 3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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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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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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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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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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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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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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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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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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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局是一个关键局 第二局局末 樊仁东 10比8领先 那个赞庭其实要的也很关键 还是控制台内球上手 漂亮 张11比5 樊仁东拿下第三局 从而以3比0战胜了 菲利克斯·洛德龙 进入到男子单打第二轮比赛当中 好了观众朋友们 这一时间段的比赛直播 就为您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